在我的身旁呢就是吉利刚刚上市的一款新车啊 吉利银河E5 今天呢我们就一条视频带你了解 这辆银河E5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它其实是吉利GEA架构下的第一辆车 这个G呢其实就是global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是一辆全球化的车型 那以后呢你可能在欧洲在东南亚 甚至你去非洲看动物大天袭的时候 都有可能看到它 它的定位呢是一辆A级紧凑级的SUV 车长是4615车宽是1901轴距是来到了2750毫米 是一个比较适中的尺寸 但是它用到了C2B的技术 所以车内的空间会挖的比较的大 但我必须要说一点啊 虽然说这辆车的尺寸比较适中 但它的车宽已经超过了1米9 所以充电口在前面的话 你每次充电都会非常考验你的驾驶技术 那么车内呢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空间体验之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细节很隐秘的配置啊 就是这里 它有一个隐藏式的抽屉 你可以把它抽开 据说啊是可以放60万现金的人民币 也就是说可以放3000万的津巴布韦币 20亿的越南盾 你想啊这车以后是要卖到国外去的 所以呢咱们把这些贵重物品收起来 这个抽屉就上大分 另外再说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置啊 就是它不到15万的车型 它给到你Flammy Auto的车机系统 用起来就是非常的丝滑 另外就是你连了手机之后 它的导航和音乐是可以共同使用 互不干扰的 只是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 国外的朋友是享受不到这个Flammy Auto了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很喜欢这个 旋钮的物理按键 它除了可以调节我们平时知道的媒体音量 然后你按一下之后 还可以去调节空调的风量 那如果你长按的话 是可以自定义去调节一些选项的 旁边这四个物理按键呢 也是品牌做了大量的用户调研 选出了他们四个最高频使用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非常安全的去实现网操了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大家非常关心的电区和电池的部分 这次银河15呢 用到了十一合一的电区 所以它能够带来非常直接的优势 是在于它的体积很小 但是功率很大 所以呢就会非常的省电 我们这一趟在三亚车内四个人 然后开了一百多公里 平均电号是十次左右 而且是全程开空调的情况 这个成绩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当然这次银河15 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亮点 就是它用到了极力自演的神盾短刀电池 这个电池呢除了我们正常知道 它不怕撞击呀 不怕水不怕火之外 它的尺寸更短 电信内部发热量会更小 所以在安全尤其是耐用性上 会有一个很不错的表现 比如说在900多次的充放电循环之后 电池健康度依然有90% 整个的充电速度 以及在整个的低温外放电的效率上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我们今天实测了一下 这辆车它从30%充到80% 是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 这个成绩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非常非常亮眼的了 当然现在吉利银河15的价格 已经正式出炉了 你们觉得这个售价和原plus相比的话 你们会更倾向谁呢